脑瘫青年以一支笔竹梦方寸画布 用事实证明 残而不废 他是自强不息的残疾艺术家 左文俊 用画笔勾勒一路走来的轨迹 时常仰望星空 画笔竹梦 为所有身残之间的同道 献上永不言弃的呐喊 最初学画时 他连铅笔都拿不稳 不断发抖的手指 失去平衡的身体 见了满脸的颜料 都曾是他摸索艺术的印记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他终于凭借不懈努力 与画笔融为一体 在极善扶贫健康型 重塑为未来专项基金会上 他的油画向日葵 拍卖了43万元 而他却将拍卖款项全部捐献 热烈奔放的繁花 意义生辉的星河 感悟人生的货系列 都让观众看到他迎接命运挑战的勇敢 有人认为他是现代范高 在艺术中全心投入 身体的凋零 荒物不了精神的春天 心有彩霞 奔赴朝阳 他要做艺术界里的货金 对左文静而言 绘画就是他降临的使命 上帝关了一扇门 会打开一扇窗 但是 这扇窗 需要自己去推开